1989年11月27日的早晨 福建省张州市龙海县城汐镇 恒山村拖拉机驾驶员林靖国 开着拖拉机来到了村口公路南侧的 个体饲料经营户林永发的家里买柴油 他看见林家的大门半开着 便直接叫了几声 但是没有人答应 他就疑惑这人上哪儿去了呢 门也不关也不怕遭了贼抢 当他刚要走开 正好看见林永发的父亲从村里走了出来 他父亲听见了叫声就出来看看 他看见儿子家没有人应声 就走过来想要替儿子卖柴油 两个人走进了院子里以后 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 林靖国就疑惑的问林老汉 永发昨天晚上杀猪了 林老汉也觉得蹊跷 回答说没有啊 林老汉知道儿子养了十二头猪 不过还都小 再说他知道儿子的胆量 他不敢也不会杀猪 林靖国就闻闻又说道 没有杀猪怎么地上都是血呀 林老汉就顺着林靖国手指的方向看去 地上果然全是血迹 他预感到不好 就静止的往屋里跑去 进屋一看 两个人瞬间被眼前的惨状给惊呆了 只见林永发和他的妻子林爱珠 还有九岁的儿子林小发 全部横尸在血泊之中 林老汉早已经被吓傻了 这时候的林靖国说 快快看看还有没有救 林老汉这才回过神来 扑了过去 摸了摸儿子的胸口 冰凉 摸了摸儿媳妇的手 冰凉 再摸摸小孙子的身体 还是冰凉 一家三口 惨死家中 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村 街坊邻居全都跑了过来 孙志安联方队长林毕宗 跑过来之后 迅速地报警 并且保护了现场 派出所接到报案之后 所长老黄就向县公安局报告以后 迅速地来到现场勘查 县公安局接到报告之后 在向市刑警队报告的同时 立即地决定 由林副局长带队 带着老刑警 刑警队长 老侦察员 技术员 驱车赶赴现场 市县的刑侦高手 几乎同时到达 经过走访现场的群众得知 林永发 这个人很有经济头脑 他是村里的富裕户 他五年前和父母兄弟分家 第二年六月 自己盖了现在这个前座店铺 厚当居室的大屋子 他呢 主要经营饲料和食杂百货 除此之外 还兼卖农用柴油汽油等 一帮老刑警 对屋内进行了勘查 他们发现 屋子前面的大厅左右都堆着柴油桶和饲料 只有中间流出一条道路通往后市 红砖地板上有两行模糊的血脚印 一席可以变出一个穿鞋 一个赤脚 大厅的右面是小卖布 抽屉全都被给撬开 东西七零八落 大厅再进去 就是饭厅 这里边 桌椅狼藉 一只红色塑料壳的热水瓶 倾倒在地 一只折叠茶戟 断成了三节 一只折叠椅 直立破碎 满地都是碎瓷片 和碎热水瓶打案 林永发 仰卧在地上 头部和胸部 多处的被锐气打伤刺伤 一只眼珠被变了出来 另一只眼球也被割破 屋里边的电视机没有关 在固定的频道上闪着雪花 行政队的吕队长 在林永发的脚旁 发现了一本蓝色的塑料皮笔记本 他捡了起来 翻了一番 发现是一个账本 就把它装进了口袋 在后边的卧室旁 林永发的妻子林爱珠 穿着睡衣睡裤 侧身倒在了门口 头枕在缝纫机脚踏板上 嘴巴豁开 门牙脱落 两个眼球也被割破 在卧室的床上 躺着他们九岁的儿子林小发 双手夹于两腿之间 右手臂被打折 在床檐 有一个撬开的红色纸质箱子 衣服布料散乱 另外三个人的薄径 全部被切割过 玉断海莲 林永发 林爱珠 林小发 薄径的创口依次为 八公分 十公分 十二公分 地上 床上 墙上 乃至天花板上 到处是血迹斑斑 床上的棉被 也都浸透了血 凶手 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如此的灿热 欢迎您接着收听 老欧讲大案 案件重大 很快在全省范围内 引起了震撼 当地的村民 那更是恐慌不已 一时间 村子里没有了喧闹 小孩子也不敢上街 大人们也是早早地关了门 一到晚上 全村除了能听见几声狗叫之外 再没有半点的响动 真是静得出奇 那么 解除恐惧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快的破案 抓住真凶 当天 一直有十多名干警组成的 专案侦破组 就迅速地成立了 紧接着便是案情分析会 咱们不得不说 老刑警 那就是老刑警 经验之丰富 分析之老道 绝对地让人刮目相看 专案组组长 公安局林副局长 首先发了声 他结合现场的情况 总结了以下四点 第一点 屋内的电视机 在固定频道上 闪着雪花 经过调查 这个频道 最晚的一台电视节目 结束的时间是 11点23分 在综合群众反映 和尸件情况分析 林永发一家 被害的时间是 11月26日夜间 11点左右 绝对不会超过 11点23分 第二点 林家大门上下两头 各有一个查销 另外还有一个大铁扣 属于四保险 据群众反映 林永发生前非常的谨慎 夜间有人叫门 那必须要先开路灯 从窗口 看外面来的人 再开门 有人还说 他是有钱人 牺牲命 在这种情况下 凶手还能进来杀人 说明凶手 一定是林永发的熟人 第三点 群众反映 林家的门口 11月26日晚上 停有两辆自行车 而林永发骑的是摩托车 因此 这两辆车 不可能是他的 而很有可能 是作案者的 再从现场的脚印分析 凶手 至少有两个人 第四点 通过对林永发 妻子林爱珠的事件 排除了奸赏的可能 据群众反映 林永发做生意有方 很有钱 再结合现场死者被害的情形 以及现场皮箱抽屉被撬开 现金 荡然无存等情形分析 凶手 谋财害命的动机 非常的大 顺着林副局长的分析 刑侦阵队长 吕队长 接着又分析 他认为 如果凶手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说明凶手 住处离林永发住处 有一定的距离 因为村子本身就不大 如果是本村的人 一般不会骑自行车串门 以此推断 外村的林永发的熟人 应该是我们重点侦查的对象 还有 两个人一起作案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非同寻常 甚至相当的亲密 一场分析会下来 整个案件的脉络 被清晰的梳理了出来 那就是 第一 是两个关系紧密的人作案 第二 与林永发是熟人 第三 不是本村人 思路已经清晰 专案组决定 分成五个调查小组 立即的分头行动 案件的思路 已经很清晰了 但是在侦破的时候 却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专案组 一时也没了头绪 就在这时 憧憬了几十年的刑警队吕队长 再次的翻开了 他在现场识到的那个账本 这个账本 记录着欠林永发钱的人名和金额 对于这个账本 吕队长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他总想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但是一直未能如愿 可是这一次 账本上的两行字 引起了他的注意 并且就是这两行字 最终锁定了真凶 在案情分析会上 吕队长指着这两行字说 我看这两个人最可以 大家看到的那两行字是 林宝佳欠2100元 苏玉欠2300元 大家就问他 为什么凭这两行字 就能确定嫌疑人呢 于是吕队长就给出了三条分析 第一 这两个人欠账最多 第二 林永发被害前 与这两个人都有过接触 还和林宝佳吵了一架 第三 这两个人都与林永发不是同乡 符合我们分析的自行车转的条件 吕队长的分析 那是有根据的 在先前的排查中 办案人员取得了这样一条线索 那就是 就在林永发被害的前几天 他疯了似的到处借钱 而且相当的急 据群众反映 看他那样子 他好像有一大笔生意要做 急需一大笔钱 而就在借钱的同时 林永发还到处的催讨欠款 就在11月26日这天 他一连讨了好几家 还跟好几个人翻头变脸 这天下午 他到林乡的轴岗村 找个体屠宰户林宝佳 催讨猪款 两个人谈着谈着 就吵了起来 林永发卖给了林宝佳四头猪 已经半年了 林宝佳还没有给钱 林永发这次急了说 再也不给钱 就要把他家还没有入仓的稻谷 给拉走 在闽南的农村 把人家未入库的稻谷运走 那会被认为 是对人的极大的侮辱 林宝佳一听就不敢了 声称只要是他敢拉走 就用杀猪刀 让他横着储存 办案人员很快的 找到了林宝佳 一听来由 他就大呼冤枉 他说 当时他说那话 是在气头上 并不是要真杀他 他又说 林永发被杀的那天晚上 他去张普县买生猪去了 第二天早晨才回来 经过证实 林宝佳没有骗人 于是办案人员 又找到了账本上的 另外一个人 苏裕 苏裕是龙海县东四乡 松浦村的一个个体养鸭户 现年29岁 由于不懂技术 竟干一些赔本的买卖 他养鸭的饲料 一直是在林永发的店里拿的 舍欠了两千多元 那天下午 林永发和林宝佳 吵完架之后 去的下一站 就是苏裕家 这一点被林永发的弟弟所证实 他说 他大哥被害的那天晚上八点多 他到大哥店里买香烟 大哥说 他下午去松浦村 向苏裕讨不到欠款 约他晚上到家里说个明白 是要还款 还是用稻谷来抵偿 林永发的父亲也表示 苏裕与林永发的关系 一向比较好 苏裕去卖鸭子 路上要是经过林永发家的时候 中午常常就在他家里边吃饭 11月28日 若安组决定审问苏裕 当天晚上 吕队长就带队来到了苏裕家 此时 苏裕正在自家的门前收拾盗鼓 吕队长见状 就大声的喊出了他的名字 苏裕猛得一抬头 见是警察 先是一正 脸色瞬间变白 手中的工具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刀鼓也撒了一地 苏裕还没有反应过来 几名干警就走上前去 把他往警车上拉 就在此时 旁边一个能有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 喊叫着就想冲上来 问警察要干什么 结果被吕队长大声的嚇住 一问才知 此人是苏裕的弟弟 苏裕被带上了警车 在车上 他一言不发 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头上汗珠不停的往下落 吕队长一看就知道 这事有门 在派出所 吕队长问他 11月26日晚上去哪了 他说和妻子到南西去捕鱼去了 吕队长反驳说 他们查过了 捕鱼是在晚上两点钟 接着又问他两点以前的这段时间 到哪里去了 苏裕表示 他在家里边睡觉 吕队长立声的说 不对 那妻子说 你晚上九点钟就骑车出去了 到了半夜才叫醒他 出去捕的鱼 快点说 从晚上九点到十二点 谁一段时间 你到哪里去了 苏裕说 我想不起来了 还一直表示他没有杀人 之后不管再怎么问 苏裕就是不开口 期间还曾经四次企图自杀 就这样 一直过了一个星期 没有半点的突破 专组的成员都很着急 两天后 苏裕突然开口了 他要求见家人 侦察员觉得 这也是一个突破的机会 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一天 苏裕的母亲 妻子 大哥 全都来了 各自的心情自然都是很沉重 这时 苏裕的大哥 悄声的问他 真的是你去杀的人 苏裕控制不住了 他带着哭腔回答说 是啊 是我去杀的 苏裕的话一说完 一旁的母亲 放声大哭 当天技术鉴定也出来了 案发现场的赤脚血印 就是苏裕的 但是 现场还有一个穿鞋的脚印 这就说明 凶手是两个人 另一个人是谁呢 苏裕交代 另一个人是同村的苏某 但是经过调查 苏某与苏裕的关系一般 并且当天有不在场的证据 显然 苏裕在说话 再次的提审他 他却死活的不松口 这样 案情再一次的陷入到了僵局 就在此时 老侦察员老江 想到了一个细节 他表示 那天去捉苏裕的时候 不是有他的一个弟弟在现场吗 当时抓他哥哥的时候 他显得很紧张 而且有点慌乱 似乎还朝苏裕使了一个眼色 那么苏裕的弟弟会不会 立刻调查苏裕的弟弟 经过调查 苏裕有兄弟五个人 老二苏裕 老三苏德 也就是那天抓苏裕的时候 与他在一起的那个 与苏裕关系最密切 老四在外地 老五的年龄还小 老三苏德嫌疑最大 这个老三苏德 25岁 在村里面 那可是一个狠人 没有人敢惹 1984年 读高中的时候 就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刑一年 经过调查 提取苏德的手印 与现场的手印比较 完全吻合 在证据面前 苏德找了 罪恶的根源 离不开一个钳子 苏德虽然与林永发不熟 但是他知道林永发有钱 早就想抢他了 他曾经多次的劝说哥哥和他一起去抢 最终苏恶同意 其实在此之前 他们曾经两次的密谋 但是都没有成功 11月26日下午 林永发向林宝家 讨不到猪款 还炒了一架 窝了一肚子的火 转身来到了苏恶家要钱 此时苏德正在身边 当天晚上 苏德再次的找到了哥哥 苏恶对今天林永发来讨债 很是烦恼 因为林永发今天叫他晚上 到他家讲清楚 还说没钱就拿倒股还债 苏德听了此话 瞬间感觉机会来了 他假装生气的对哥哥说 他这是自己逃死 正好晚上再去一趟 于是两个人再次密谋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 苏恶骑着自行车 先到了林永发家 在半路上 脚上穿的拖鞋袋短了 便拖下来压在了车后架上 十点多 苏德也骑着自行车来到 连爱珠开门让他进去的时候 苏恶正与林永发一起看电视 苏德进门谎称 告诉他哥哥说 哥 你小舅子找你呢 苏恶明知道是说谎 便心照不宣的说 没什么要紧事 随后苏德便坐下来一起看电视 大概十一点左右 林爱珠困了 就走进了卧室去睡觉了 此时苏恶看林永发 正全神贯注的看电视 感觉机会来了 便向苏德眨眼示意赶快动手 但是苏德没敢动 苏遇见电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 如果再不动手 那就来不及了 于是频频的向苏德示意 苏德见状 假装不经意的站起身来 悄悄的抽出了插在身后衣内的钢筋棍 然后使劲的朝着正目不转睛的 看电视的林永发的头部 狠狠的砸了过去 林永发捂着头 瞬间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苏遇见状拿起了身下的折叠椅 又砸了过去 没想到一下子砸到了折叠茶戟上 茶戟被砸断 茶戟上的茶壶茶杯被砸得粉碎 苏遇见状再次的拿起椅子 这一次正好砸在了林永发的头上 就在林永发五头之际 苏遇兄弟俩一个拿着铁棍 一个拿着椅子朝着林永发乱打一通 直到林永发倒在地上 不再动弹 外面的响动惊动了李屋的林爱珠 他在里面急切地朝丈夫喊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苏德举着铁棒冲进了卧室 朝着林爱珠就是一顿乱打 林爱珠被打得从床上滚落到地面 昏了过去 此时儿子林小发从梦中被惊醒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瞬间被吓哭了 苏德早已经打红了眼 举起了铁棍 活活地把林小发给打死 见三个人倒在血泊中 一动不动 苏德就开始寻找可能藏钱的地方 他拉出床头的一只红箱子 刚想翘 忽然听背后有人咕噜 说了一句什么话 谁 他猛然地转过身 用铁棒的尖头对准了前方 没有人 再仔细一听 原来是林爱珠在身影 极细极尾 苏德 惊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慌忙用铁棒的尖头 去刺林爱珠的肚子 直到无声无息 转身 回到了饭厅 见林永发 戏喘如幽丝 又用铁棒的尖头 刺他的喉咙 直到断气 为了让三个人死得彻底 他又去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朝三个人的脖子隔去 两个人正要走 苏德突然大喊 说他们的眼球 会照下我们的影子 公安局会知道的 说吧 他用铁棒的尖头 就抵住了死人的上眼皮 让眼球鼓出来 用尖刀割破 在戈林永发右眼的时候 由于太匆忙 太用力 把眼球就给捅了出来 做完了这一切 苏德开始疯狂的 在屋里边找钱 整个屋子 被他翻得不像样子 找完钱 两个人迅速的逃离了现场 走到南西桥上的时候 苏德停下车 把铁棒菜刀等作案工具 抛进了南西 回到了家里 他们又把衣库全部换掉 埋到了河滩的烂泥里 他们本以为 坐得天衣无缝 可是他们却忘了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的道理 在1990年4月8日 随着两声枪响 两条罪恶的生命结束了 好了 感谢您今天收听 老欧讲大案 已 颗